你好,我是蒋航家,欢迎你每天听本书 今天的这本书叫《历史的教训》 想要向你道歉,对这本书《逻辑思维》、《祥参》和王硕老师的《三十天认知训练营》的第一季都曾经极力推荐过 现在才来给你解读,有点迟到了 我们一听《历史教训》这个词,往往就理解成了经验教训 这会产生一种已经掌握规律的感觉 而书名里的原文是license,只是说历史给我们上过的那些课 对历史来说,一切皆有可能,无法准确地预测 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用哲学家的智慧梳理人类的过往 帮助我们建立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 当然,这也只是作者的个人视角,是一家之言 这位作者就是著名的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 我还为你解读过他的一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 这次不妨复述几句当时的介绍 杜兰特是从于著名的哲学家、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 他有两项重要的成就 一项是向公众推广哲学 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哲学的故事、哲学的乐趣 至今仍然是经典畅销书 另一项是他和妻子用近50年的时间 和写了一套十一卷本的《世界文明史》 这套规模庞大的剧作是当代历史学名著 没写完就获得了普利策奖 在哲学普及和大历史叙事这两方面 杜兰特都是先驱人物 所以杜威评价他说 他首先是个历史学家 他博文强技 能将过去与当下融会贯通 也因此他又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历史的教训篇幅不大 思想浓度却极高 因为这是杜兰特在完成了《世界文明史》之后 做的总结性思考 他分析了影响人类文明的不同因素 总结出了人类文明中的各种历史教训 他说 我尝试写完全部的文明史 再来得出结论 我的目的不是追求独创 而是希望包容 提供一种对人类经验的普遍审视 而不是个人的启示录 这可能会对未来的世界事物 国家组织有所启发 在这本书完成后的五十年里 他的许多预见得到了验证 我下面的讲述呢 密度也会相应的大一点 你得有一个思想准备 这本书的思想浓度高 还因为杜兰特没有做太多的思辨论证 而是直接就给结论 因为他的论证和案例 留在了前面的十一卷里 我会按线索 从世界文明史里 为你找回来那些依据 我以前为你解读历史类的书籍 常常会把原书拆开 围绕精华选择结构 有时候会着重的讲一些我的感受 但这次我可不敢这么干 有句话叫好欲不雕 按饮食指导来说 就是珍贵的食材 要用简单的烹饪 尽量保持圆形圆位 对一位哲学家五十年的思考 我还有什么能力 再重新拆解和阐释呢 对这本书来说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最好的办法 按原书的排序 分类画重点 原原本本的为你介绍 而且杜兰特的文笔 赋于诗意和激情 也非常值得引用 当然了 再简单的食材处理 也得切一切再上锅吧 我把原书切了两刀 也就是分三部分 排在全书最前面几章的历史教训 来自于人不能规避的那些因素 像地理 生物学 种族等等 我觉得 他们正如老子中的那句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可以归到第一部分里 另一类历史教训 是从人性 道德 宗教 经济 社会 等因素里来的 这属于人类文明的产物 他们也可以对应 论语理的一句话 道之以正 旗之以理 我把它们作为讲述的第二部分 最后 我们再来谈一谈 杜兰特对历史趋势 和文明进步的整体把握 好 先来说那些 让我们感觉到 天地不仁的历史教训 这些自然条件既能基地文明 也能阻碍发展 最基本的是地理和气候了 整个人类文明都起源于 一万年前开始的温暖气候 用杜兰特的话说 地理好比孕育历史的子宫 培养着历史 规范着历史 河流 湖泊 绿洲和海洋 吸引着移民定居于沿岸 水是城镇的生命之源 为运输和贸易提供廉价的航道 比如 研究古希腊历史的学者 曾经有个困惑 希腊城邦没有统一组织 在后来的希腊化殖民时代 希腊文明更是散落到了 不同的大洲 该怎么把这些 纳入同一部历史呢 杜兰特的办法 是用地理视角 追随希腊人的脚步 他们的文明历程 就像池塘周边的青蛙 随着人口繁衍而不断的扩张 直到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 和爱沁海的各个岛屿 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 希腊人把整个地中海 变成了希腊文明的内湖 这种区域格局 一直在影响着西方历史 杜兰特认为 来自地理的教训是 交通也是地理的一部分 他预测 随着飞机铁路的发展 人和物资 会直接涌向目的地 沿着河流海洋的贸易路线 会越来越少 像英国 法国这些国家 将失去漫长的海岸线 带来的贸易优势 而像中国 俄国和巴西 这样内陆广袤的国家 会获得优势 这将引起全球文明格局的变革 我觉得在前几章里 最值得关注的是 来自生物学的教训 杜兰特说 历史只是生物学的片段 如果我们感受不到 来自生物界的竞争考验 那是因为有整个人类族群 在保护我们 但人类这个物种本身 始终经受着生存考验 也因为这个原因 他把达尔文学说 视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之一 达尔文看上去 只是在描述客观世界 但改变了人类 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 在杜兰特的总结里 生物学法则 给了历史三条重要教训 第一条是 生命就是竞争 这既反映在冲突上 也反映在合作上 在社会化进程里 人类不断地加深合作 但从本质上来说 合作是一种竞争手段 我们在自己的群体里 团结合作 是为了和其他群体竞争 而冲突和战争 是竞争的终极形式 一个竞争的群体 和一个竞争的个体的 行为特征是一样的 战争的起因 和人之间的冲突也很近似 是对土地资源 和霸主地位的欲望 在战争里 国家也表现得像是 一个人的行为特征 贪得无厌 好勇斗狠 党同乏异等等 我们可以把战争 看成是国家 在像动物一样的捕猎和觅食 要注意的是 国家又缺少人一样的 自我约束能力 个人在社会里生存 不得不受到 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要用协商来替代争斗 而国家是不承认这种约束的 我得再提醒你一下 这本书呢 写于上世纪的60年代 正处于冷战最胶着的时期 杜兰特认为 国际法和国际道德 并没有对某些国家形成约束 他提醒我们 在未来的发展中 远距离的经济打击和军事打击 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国际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人们该从这条生物法则里 吸取教训 除非国家之间 形成强大而有效的保护性群体 否则 人类文明会出现大的倒退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 生命就是选择 自由平等的观念 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但不是自然法则 人的生理差异 心智和性格 从诞生起就千差万别 生物学偏爱这种差异 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基础 这种不平等 会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 这是因为 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 就是社会变得更加专业化 这也放大了每个人的价值差距 结果就是 弱者横弱 强者横强 贫富差距 只是诸多差距的一种而已 人类在近现代 获得的基本教训时 社会要在平等和自由之间 做出平衡 不能陷入任何一种绝对 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 在社会的法律 和受教育机会方面 维持大致的平等 在书里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条教训 很直白 生命必须繁衍 自然是极其喜爱数量和规模的 任何进化都基于庞大的基数 也就是质变需要量变 大自然还喜欢从众多的竞争生命里 选取少量幸存者 对自然界来说 不能大量繁衍和进化的物种 是毫无意义的 你甚至可以说 自然对个体没有兴趣 在历史上 自然法则对野丸和文明 也不加区分 他一点也不在乎 一个人口出生率低的社会 文明程度往往更高 他却经常让那些人多势众 文明程度相对低的民族 入侵和毁掉前者 这种随机性 是历史的黑色幽默 在这个章节里 本书重点讨论了人口问题 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 狄东升教授 有一个观点 决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 是五大变量 货币 人口 政治 技术和思想 其中 人口是唯一能做 长期预测的因素 换言之 人口趋势一旦形成 就很不容易逆转了 古代的大政治家 也不是不懂这一点 我们打开 人类文明史的第三卷 就会读到 当凯撒取得了独裁权力以后 立刻做了一次户口调查 他为了弥补战争 造成的公民减少 赐予医生和教师 罗马公民的身份 他一直担心 罗马人节制生育的习惯 颁布了法令 有三个孩子的家庭 可以优先分配土地 没有生育过的罗马妇女 不允许乘坐马车 佩戴珠宝 他的继任者 乌大为加强了这个导向 当时的罗马公民 追求享乐 不愿意结婚生育 他们晚年 也不缺少床前尽孝的人 给有钱人当养子 是罗马时代的热门职业 于是乌大为规定 六十岁以下的男子 五十岁以下的女子 都有结婚的法律义务 否则剥夺继承权 不生育的 要每年收重税 而生育三个子女以上的家庭 可以免税 连选拔执政官 也是谁的小孩多 谁优先 但是这个 从罗马全盛时代 就开始的国策 也没有挽救 帝国人口的下滑 罗马帝国为什么衰亡 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杜兰特说 其中生物原因最明显 乌大为去世五十年后 罗马西部就开始了人口锐点 于是蛮族大量迁入 军队中的自由民也日益减少 战斗力逐渐下降 相应的奴隶也减少了 大批的田园变得荒芜 不到两百年时间 很多行省的人口就下降了一半 而日后灭掉西罗马帝国的蛮族人口 却在高速的增长 说到这儿 杜兰特敲黑板警告了法国 他说 在历史上 低出生率的国家 会周期性的受周边民族入侵 在凯撒时代 高卢人借罗马军团 打败了日尔曼人的进攻 2000年后的二战 他们借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力量 如果英美在未来衰落 那法国这个从19世纪人口 就没怎么变过的国家 又打算去靠谁呢 不过 我们看最近的人口数据 在近半个世纪里 因为婴儿潮和移民 法国人口已经增长了50%以上 这个变量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我们还可以再观察 在这些不能选择历史因素里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种族问题 这是一个敏感话题 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曾经有人这么看历史 自然环境不能完全解释文明的兴起 因为同样的气候和资源 不同的民族文明水平不一样 另外文明也不是制度产生的 埃及的君主制和雅典的民主制 都实现了发达的文明 所以他们认为文明的差异来自于人种 再往下推那就是种族主义理论了 我们知道这在逻辑前提上就有严重谬误 他等于是说只有自然制度和人种能影响文明 这根本就不成立 何况当代生物科学连传统的种族概念都颠覆掉了 杜兰特也对种族主义持批判立场 他说历史是一个色盲 任何肤色的人只要条件事宜都能发展出文明 那么种族问题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呢 是这么一句话 种族不是区分标准而是准备阶段 这句话的意思是 当各种各样肤色的部族从不同的方向 在不同的时期进入同一个地区 他们在血统行为和文化上会相互融合妥协 在几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 就会形成新的民族 拥有新的外貌性格语言和文化 新的认同 从这个角度看 美国仍然处于种族融合之中 未来会产生新的民族 历史告诉人们 文明是合作的产物 几乎所有民族都对它有所贡献 凡是受过教育的心灵 就会善待其中的每个人 好 说完地理 生物 种族 这些不能选的 我们再来说说那些能选的 也就是道德 宗教 经济 社会 政府等等因素 他们又给历史留下了哪些教训呢 这些因素 是人在文明发展中创造出来的 杜兰特的人类文明史的第一句话 就是他对文明的定义 文明是增加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 我们看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定义 首先 他所说的是各种人类文化 没有以西方为标准 杜兰特本人非常推崇东方文化 文明史的第一卷是讲古代中国的 他认为 东方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背景和基石 文明是增加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 这个定义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秩序 动乱终结之时才是文明的起点 动荡混乱的时代 人们会普遍的产生恐惧迷惘 只有先建立秩序 才能让好奇心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释放 人们才能去进一步的了解世界 改善生活 所以说文明是增加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 在人类的文明进步里包含四大要素 经济的供应 政治的组织 伦理的传统 和知识艺术的追求 不难发现 杜兰特对文明的整个分析 是从人的情感 性格里出发的 他的本行是哲学家 说到底 哲学就是人学 按一位中国哲学家的说法是 生命的学问 所以在谈有关经济社会问题之前 他首先分析了历史中的人性 人性就是人的基本倾向和情感 杜兰特的书里 列出了一张性格元素表 人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套本能 这些本能会形成相应的行为习惯 习惯又会产生复杂的情绪 比如积极的本能产生了思考创新这些习惯 从中激发出了热情 专注 决断等情绪 而消极本能则产生出 犹豫不决 模仿和混乱的行为习惯 它们引起空虚 困惑和迟钝等等情绪 这些本能习惯情绪的综合 构成了复杂的人性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群体 会有不同的典型集体性格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性 国民性 观察整个人类历史 按杜兰特的说法 古人和现代人的性格 没有什么变化 人类文明史做过一次有趣的比较 认为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 和现代法国人很像 我们来看书里对古希腊人的描述 他们不追求良心和荣誉感 而是追求优美 热情 财富 冒险和思想 他们认为美好的生活 就是充实的生活 自我发展就是一切 这也产生了某种虚荣心 他们自我吹嘘起来 总是不厌其烦 别说还真是挺像现代的法国人 起码像巴黎人 杜兰特说 在古希腊人内部 雅典精神最接近今天的法国人 而斯巴达精神 则更像是现代的德国人 今天的英国人 则很像是古罗马人 通过分析历史人性 我们获得的教训是 那些表现为对立的人性 在人类文明中 其实是统一体 争强好胜的积极天性 和顺从的消极天性结合 社会才能维持秩序 多数人 永远都在模仿少数人的创新 同时 历史上的冲突 也是那些有创造力的人造成的 抗拒改变的保守派 和提出改变的激进派 都有重要的价值 新的观念 要经过反对和争议 才能变成正确的观念 下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观点 用在对道德问题的考察上了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 道德和伦理不同 这不是人性的进步和退化 而是因为道德 在依据历史环境做调整 比如说工业革命以后 西方的年轻人 不再依靠父母 能够摆脱村里邻居们的监督 去城市发展 这带来了生活方式的解放 于是个人主义盛行 人们对于新出现的社会现象 就会得出道德堕落 人心不古之类的结论 同样的道理 历史上的每次战争之后 道德都会变得松弛 从中世纪到二战都是如此 其中的变化 只有种类差别 没有程度差异 16世纪的欧洲人 也在抱怨着 人们在食物里造假 还是那句话 古人和现代人的性格差不多 人心其实很古 从这种道德状态里 我们获得的历史教训时 很难判断使道德伦理问题 在导致文明衰败 真正的文明衰败是很漫长的过程 恐怕要事后才能观察出来 这本书后面列举的诸多因素 还有宗教 政治 战争等等 今天很多人都认为 其中经济是最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吧 十字军东征 看起来是由于宗教狂热 但更深层次的动力 是西方世界要获得一条 前往东方的贸易通道 就连那些参加东征的骑士 大多也是因为不能继承家庭财产 而东征的失败 又间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 我们在中学课堂上也学过 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使资产阶级上升到了 经济的领导地位 至于近现代历史中的经济推手 那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需要强调的 反而是金钱 并不是历史的万有引力 那么经济给历史 留下了什么教训呢 杜兰特说 经济在社会里 就像一颗缓慢跳动的心脏 每一次巨大的收缩和扩张 都是一次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 这个运行规律属于天地不仁 是不能选的 人能选的是通过什么样的再分配 进行周期性的调节 是通过立法和制度调整 用和缓的手段来重新分配 还是用暴力手段来强行分配 要想避免这后一条路 就得赶在穷人的数量和富人的能力 达到势均力敌之前行动 公元前590年的雅典就达到了这个临界点 数量庞大的穷人积累了强烈的不满 每一个纠纷和案件都被解读成了富人对穷人的压榨 社会冲突此起彼伏 富人们也准备好了用武力来实施镇压 这个时候 一个叫梭伦的人出任了雅典执政官 他的格言是避免极端 他推行了一套折中的经济措施 他终止了对欠债者的刑罚 又让货币大贬值 这等于是免除了穷人的债务 他又推行了累进制税收 让富人多交了12倍的税 另一方面 他也否决掉了激进派对于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 维护了富人的既得利益 梭伦完成了这些改革之后 离开雅典远游他乡去了 卸任以前 他和雅典人约定 十年之内不要改变这些法令 当时富人和穷人们都对梭伦不满意 但他们后来都承认 梭伦让雅典人避免了互相残杀的命运 此后他被称为立法者 位列古希腊七大贤人之一 杜兰特说 美国在20世纪的几次经济危机以后 所推行的经济政策 原则上就是在追随梭伦 用温和稳妥的方式实行财富再分配 也许那些政策的制定者里 有人研究过这段历史吧 刚才我们用相当于是快进的方式 浏览了一遍这本书所提到的历史变量 从天地不仁的地理 生物和人种 到人类文明里的人性 道德和经济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更宏观的问题面前 历史上的文明为什么会成长 又为什么会消亡 杜兰特认为 文明的成长来自于对挑战的回应 挑战就是文明的发展瓶颈或者危机 既可能是天地不仁 比如自然灾害 水土流失引起的农业减产 会导致文明消失 也可能是社会自身的选择事物 像社会经济活力下降也能造成萧条 让文明走下坡路 这个时候需要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出现 他们以清晰的思路 强大的意图 对新情况做出有效反应 这就是文明成长的动力 我们看这个描述里 其实杜兰特说的就是天才的智慧 我还是建议你听一下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 他在那本书里完整地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说 反过来看 如果找不到能回应挑战问题的智慧出路 文明就会走向衰竭 杜兰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他认为历史上的那些辉煌文明并不会真的死亡 即使外壳消失了 内涵还在继续的延伸 希腊文明永远活在人类记忆里 每一座图书馆里都有希腊哲学家的著作 今天读河马史诗的人 比古希腊时代还要多 人类即使踩在了新的土地上 也不是从零开始 美国的拓荒者 从欧洲文明中获益 又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 再次传播到了全世界 人类的历史 就是对文明遗产的创造和记录 而历史的进步 是不断的丰富 保存 传播和利用这些遗产 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音频里提到的历史教训 也就是历史给我们上的那些课程重点 一共有十条 第一条 地理塑造了文明的底色 随着科技进步 这些因素会被交通和信息产业所接管 第二条 生命就是竞争 即使合作也是一种竞争 竞争的终极形式是战争 国家在战争中表现得如同个人一样 贪婪 野蛮 所以如果没有比国家更强大的保护性群体 人类的文明会倒退 第三条 生命就是选择 人的自然秉赋不会平等 社会要维护的是法律和教育的平等 第四条 生命必须繁衍 自然喜欢庞大的种群基数 人是财富的源头 人口是政治经济中最确定的因素 第五条 历史是一个不看肤色的色盲 种族不是区分标准 而是准备阶段 第六条 文明是增加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 文明的进步需要经济的供应 政治的组织 伦理的传统和知识艺术的追求 第七条 人性基本不变 积极的人性和消极的人性 都是历史的统一体 激进和保守都有价值 第八条 道德在依据历史的环境做调整 第九条 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趋势不能选 能选的是调整方式 第十条 文明成长的源泉 是能回应挑战的天才智慧 听完这本书的解读 你可以再找一下 三十天认知训练营的第一季的第五奖 听王硕老师对这本书的深度拓展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